在一个遥远的村落里住着个四岁的小男孩 名叫银宝 他有着大大的眼睛总爱仰望那片无垠的蓝天 闷想着能触摸到云朵 一天村边古老森林里 银宝意外发现了一架闪耀着玻璃质感的神奇钢琴 它透明如沉露音符倾注吉祥 仿佛能奏出天空的颜色 银宝小心翼翼地坐上晴凳 指尖轻舞间悠扬地旋律飘向蓝天 引来了一群五彩斑斓的鸟围绕 随着音乐的流淌天空变得更加明亮 云朵似乎也在随着节奏舞动 村民们被这奇妙景象吸引纷纷围拢过来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与快乐 从那以后云宝和他的玻璃钢琴成了村里的快乐使者 每当夕阳夕下 他们便用音乐编织着梦想与希望 让整个村落沉浸在无尽的欢乐与和谐之中 银宝知道只要心中有梦 就能像这架钢琴一样 让幸福快乐如天空般广阔无垠